11月12日 11月12日 想来之前大家都曾做过不少设想 但是应该很少人会想到 孝战会选择走飞土风 看着那以红色为底色的视频 各种不断转换的镜头 让人有种看看末世大片的既视感 看的人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专辑全部内容 大家的注意力被孝战的新专辑我们吸引住了 没想到孝战本人的重心已经转到别的地方 开始忙着拍摄新作品 这么说并不是无地方使 而是因为有网友在故宫偶遇了孝战 从网友分享的视频中 孝战穿着休闲地站在一块空地中 角落里摆放了几盆正在盛开的菊花 旁边还有设备在拍摄 一看就是孝战在忙着工作 看了视频大家不禁好奇孝战这又是是拍摄什么呢 这还真不是大家好奇心太重了 而是孝战的工作形成保密工作做的是真好 不说孝战个人专辑我们在官宣前 没有透露出丝毫消息 就是之前孝战拍摄得显紧致时 也显少留出路透图 如今孝战又悄悄开启了新工作 要不是有网友偶遇 估计又是等他拍摄的新作品官宣大家才会知道 然后 今天孝战也以多个不同的词条登上了微博烫搜 比如 孝战新专上线成绩 孝战永生花设计概念 孝战我们MV上线 孝战作词 都知道孝战的人气高 但是这一次 他依然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 让人知道了什么叫滑流才是最牛的 在孝战发歌之前 音乐榜的在听热度榜 榜首一直 是由韩国歌手全智龙霸占着的 他的歌最活的时候 有12万人同时在听 但是孝战的新歌一上线 韩国歌手不仅第一枚宝珠 更是一口气被挤出了前五 没错 孝战的五首新歌把前五名全占了 而且主打歌我们的同时在听人数 更是接近三十万 直接破了榜单记录 再次让人看到了可怕的高人气 看着中国歌手占据自己国家音乐榜单的榜首 真是神清气爽 不过孝战的新专辑热度能这么高 除了他本身的人气很望外 也是因为专辑质量确实够好 足以吸引很多非粉听众的关注 一 主打歌孝战又邪又演又唱 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们 是一首劝诫大家要做个好人的歌 在这首歌里 孝战可谓是又邪又唱又演 邪 指的是作词 孝战参与了我们的歌词创作 这首歌的歌词里有很多孝战元素 歌词里有一句 最失败的好人 退化成野人 娱乐圈里很多明星会给自己立各种人设 拽的 甜的 酷的 万人迷的 但是很多人说起孝战 却经常用一个很笼统 甚至显得有点古早的形容词 好人 在明争暗斗不断的娱乐圈 孝战却说想要的靠自己去争取 不走歪门邪道 他也说到做到 这么多年除了勤勤恳恳的拍戏 从来不轻亚同行 和孝战合作过的都说好 甚至成了他的同路人 比如这张专辑里 摄影师徐闯 MV导演 音乐家郑南 都是他曾经的合作者 如今孝战工作室制作第一张专辑 这些老朋友也都纷纷来帮忙 孝战自己就是得不孤 必有灵的受益者 所以他也深知做一个好人的重要性 也把这份领悟写进了歌词里 除了写歌唱歌 孝战还给这首歌拍摄了一支很好看的MV 在MV里 他一人分是两脚 既是被困在实验室里的试验品 又是末世里的拯救者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竟然是一个带反转的故事 看似弱小可怜的试验品 其实是文明退化的野人 对营救他的人恩将仇报 不仅刺伤了对方 还将其刺伤关入玻璃仓中 代替了自己的位置 孝战最后临走时的一笑 顶着最纯情的妆容 却带着轨迹得逞的得意 反差感十足 演技太好了 二 每一首都好听 除了主打歌外 剩下的三首歌也都很好听 都一样曲风轻快 只在告诉大家云云众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忧愁和喜乐 不要自怨自艾 要学会接受挫败 向阳而生 还原则是一首剖析自我的歌 卸下卫妆 去找寻最真实的自己 这首歌通过谍剧的应用 用一声声的还给我展现 歌者内心的挣扎和脆弱 结合孝战曾遭受的不公 真的让人心生怜惜 五音则是希望之火 在前三首的深度思考之后 这首曲风温暖的歌作结尾 再合适不过了 孝战的声音娓娓道来 瞬间抚平了所有的不甘汗伤痛 新专辑的四首歌 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 而这还只是孝战新专辑的第一波歌曲 之后的两周 每周二都还将继续释放新的歌曲 已经迫不及待想听了 然后 孝战新专上线成绩有多厉害呢 孝战第一张新专 我们第一小节上线直接图榜 同时在听人数高达到约115万 主打歌30万同时在听 四首新歌加intro全部霸榜前五 历史第一 不敢想象收费的话爆成什么样 这个火粉真的太可怕了 还能再顶很多很多年 以及歌曲开头这个永生花设计概念 真的很炫很牛 是不是很多人没点开呢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 总有一些名字能够穿越喧嚣 直及人心 孝战 这个名字无疑是近年来最为耀眼的新陈之一 从演员到歌手 他以多元化的身份活跃在公众视野 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广泛讨论与高度关注 要知道 近日孝战全新专辑我们的Emily预约人数 突破500万的壮举 再次证明了其无可撼动的人气与影响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在音乐道路上的不懈追求与卓越成就 在我们的筹备过程中 孝战不仅亲自参与歌曲的创作与制作 还倾注了大量心血于Emily的拍摄中 从概念设计到场景布置 从服装造型到情感表达 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 力求呈现出最符合歌曲意境的视觉盛宴 这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不仅体现了孝战作为艺术家的专业素养 更展现了他对作品质量的严格要求 更令人瞩目的是 我们不仅在国内引发了热烈反响 还成功登上了世界趋势和多个国家的趋势榜单 这一成就 不仅作为国际艺人的广泛影响力 也展示了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孝战的音乐 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线 让世界各地的听众都能感受到那份纯粹与真挚 这无疑是对他音乐理念的最好诠释 谢谢